阿波文贵 作词《尔子和尚》 《尔子》 我们要怀着离肢的心 走进恩宠的宝座 以获得仁慈 得到恩宠 作为及时的福祷 阿雷路亚 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教友 现在我们大家认罪 虔诚地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在私眼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身统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上主 求你赏赐我们 充满你圣神的恩宠 使我们的思想行为 都能符合你的旨意 博得你的欢心 以上所求 是靠你弟子 我们的主 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其圣神 永生永保 阿们 公主宗途大事 那时候 天父长愿意知道 保禄为什么被犹太人 控告的事情 就解开他 并面临司地长 即全体公议会提合 随后把保禄带下来 叫他站在他们面前 保禄看着他们 一部分是撒赌赛人 另一部分是发尼赛人 就在公议会中 大声说 弟兄们 我是发尼赛人 也是发尼赛人的子孙 我现在受审 是为了希望死人复活 他说了这话 发尼赛人和撒赌赛人 编起了争辩 会中就分裂了 原来撒赌赛人说 没有复活 没有天使 也没有神灵 发尼赛人 却都承认这一切 于是众人 大嚷大闹 有几个发尼赛党的经师 起来力争说 我们在这人身上 找不出什么过错了 或者有神灵和天使 向他说过话 争辩越来越大 前父长 怕保禄被他们撕碎 便练军队下来 把保禄从他们中间抢出来 带到营里去了 当天晚上 主显仙的保禄说 撞起来来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 为我作证 你要照样在罗马 为我作证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天主 我投靠你 求你保佑我 天主 我投靠你 求你保佑我 天主 求你保佑我 因为你是我的寄托 我对上主说 你是我的上主 没有你 我就没有幸福 上主 你是我的产业 我的一切 天主 我投靠你 求你保佑我 我要赞颂 引导我的上主 我的良知 连夜间也督促我 我是个养化上主 有他在我身边 我绝不动摇 天主 我投靠你 求你保佑我 因此 我心里高兴 无奈喜欢 我的肉躯也 无有安眠 因为你绝不会 将我迎起在迎间 也不会让你的圣者 遭受腐朽 天主 我投靠你 求你保佑我 你必要指示 给我生命之道 在你面前 才有圆满的喜悦 在你身边 才有永远的福乐 天主 我投靠你 求你保佑我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主说 愿众人都 何而为一 父啊 正如我在你内 你在我内一样 使世人相信 是你派遣了我 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主生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 耶稣举目向天 祈求说 圣父 我不但为门徒祈求 以为哪些 他们的话 信我的人祈求 愿大家都结为一体 父啊 愿他们在我们内 何而为一 如同你在我内 我在你内一样 使世人相信 使你派遣了我 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 赐给了他们 使他们结为一体 如同我们 圆为一体一样 我在他们内 你在我内 使他们完全何而为一 世人也知道 是你派遣了我 并且知道 你爱了他们 像爱我一样 父啊 我在哪里 愿你所赐给我的人 你和我在哪里 使他们想见 你所赐给我的光荣 因为你在创始之前 就要爱了我 公义的父啊 世人没有认识你 我却认识了你 这些人也知道 是你派遣了我 我已经将你的名 显示给他们了 我还要显示 使你对我的爱 存在他们内 我也在他们内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领你 今天我们读到圣宝的宗徒啊 在耶鲁撒冷会 宝的宗徒总共做了三次的长途的传教行程 那么这三次完成之后呢 他知道自己将要受苦受难 所以在恶福所啊 给恶福所讲这些长老们 讲了临别赠言 说以后你们啊 不会再见到我 所以他回到耶鲁撒冷呢 就被捕了 这个时候啊 逮捕他的这些人当中 分为两类人 一部分是发雷塞人 一部分是撒度塞人 这两个大派啊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们的名字 因为圣经上很多次提到 发雷塞人 撒度塞人 到底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在我们现在的印象当中 我们都认为 发雷塞人 撒度塞人都是坏的 都是给耶稣做罪的人 都是耶稣骂的人 是的 耶稣都择制了他们 但是我们要回到 两千年之前的时候 在当时的时候 发雷塞人 撒度塞人的行程 我们要了解他们一下 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左右的时候呢 希腊 古希腊 统治了整个的地中海沿岸 所以呢 古希腊大帝国成立 那么在古希腊 一直到了公元前的一百四十六年 后来被罗马尔封灭毫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在希腊的末期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们把犹太人啊 以色列子民一部分被到希腊地块上生了 所以你看犹太人啊 到了现在的土耳其啊 以前的希腊帝国境内呢 还有是各个地方都有犹太人 为什么呢 因为到了希腊帝国把他们背楼过去 然后的话呢 让他们不要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上生死 去希腊 希腊地方生死 为了目的就是希腊这个国家非常厉害 因为有希腊的文化产生了现在整个国家的制度 那么这个时候 希腊人们就逼迫着犹太人 来接受希腊的文化 把他们改造 用希腊文化来同化 希伯的文化 同化着犹太人 一部分人啊 就接受了 希腊文化 所以希腊文化是无神论的 所以他们的话也不承认有天使 也不承认有灵魂 也不承认人死后又复活 因为他们接受了希腊的文化 犹太人接受了希腊的文化 所以他们这一群人的话呢 接受了希腊政府的文化的清洁之后 他们就变成了 他们就是这一群人 就是接受希腊文化的犹太人 就是后来的撒都塞的文化 另外一份犹太人的话呢 你希腊文化要想 逼迫我们 侵略我们 让我们接受这份文化 你越逼迫呢 我们是对梅色的法律 犹太教遵守的越严格 那么一直到了 耶稣时期的时候 他们这个 法律塞人 就是不接受希腊文化的人 严格遵守每次法律的人 就是后来的法律塞人 所以法律塞人 是一群遵守天主 诫命的人 是当时敬畏天主的人 是当时认为的好人 所以法律塞人 他们来讲 他们是严格遵守天主 诫命的一群人 可惜 到了耶稣时代的时候 他们只注重了遵守法律的外表 而忘记了法律的内在精神 所以耶稣在骂他 霍灾经世法律塞人 霍灾经世法律塞人 所以我们知道法律塞人和撒族塞人的来历 那么法律塞人本身是敬畏天主的人 但是到了耶稣时代的时候 他们把梅斯的十条诫命 总共分为了365条 积极的 肯定的 就是你要怎么做 要怎么做 有365条 否定的有248条 你不可以怎么做 否定的有248条 所以总共他们的法律 加起来就接近600条左右了 把十条诫命 总共到600条左右了 这就是法律塞人 他们喜欢在街市上 站着起来 然后祈祷的时候 耶稣说 把这个经书放大 让别人看到 我们哪张经书呢 精粹加长 精粹加长 让别人能看到 只是注重万人 而放在这老内子的精神 他们被捕了保禄之后 保禄看到了几分 于是保禄一看他们是列啊派的 一部分是法律塞人 一部分是撒度塞人 所以保禄就说 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是法律塞人 我是承认有死人复活的 他就说 不提耶稣了 就说 我是承认有死人复活的 那撒度塞人都不干了 撒度塞人说 怎么有死人复活的 没有的 法律塞人说 有的 有死人复活的 咱们两边去了战争吧 我们看一看 他们逮捕保禄啊 是为什么啊 为了正义吗 不是的 如果真的为了正义 保禄说什么 他们就会一致的来 审人保禄 因为他们来讲 只是为了自己的私欲 不符为自己的利益 所以的话呢 他们把保禄给逮捕 这个时候保禄呢 一跳楼 说我是法律塞人 我承认死人复活 那法律塞人说 对 你说的是对的 撒度塞人不干嘛 所以就这样啊 去了争执了 这个时候 法律塞人说 保禄你说我们一会儿呢 你承认死人复活 好 把你救出来 所以他们之间 去了争执 所以把保禄 给保出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耶稣显现给保禄 耶稣总共给保禄啊 显现了七次 第一次是在大马师父的路上 耶稣亲自显现给他 第二次是在一路上路的圣殿里 他神分超怕 耶稣显现给他 第三次是在塔尔索 就是保禄的老家 他会提升到三层天上 亲自看到耶稣基督给他说什么 第四次是在特罗安夜晚的异象中看到的 第五次是在哥林多的印象中 第六次是在耶路撒冷被捕后 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的 第七次是在 凯撒勒亚之罗马的途中 那今天的这一次也就给他说 你放心吧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证 你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证 我们知道罗马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 在现在的意大利罗马城 那么他从耶路撒冷 一直要穿过地中海坐船到罗马 这个他去罗马是耶稣基督的意思 耶稣有他在罗马为他作证 后来之后我们知道 保罗宗族完全顺服了耶稣基督的意思 那么保罗宗族的话呢 没有说 哎呀我在这里传教 三次传教行程 这么顺利 这么多人信仰你呢 我就在这边来第四次第五次好了 没有 他听出耶稣的告诉他的话 你要等罗马来做证 所以的话呢他就这一行程 他就完全顺服耶稣基督的意思 所以他就去了罗马 在罗马虽然被放在监狱里面 但是呢他传扬佛业那里的时候 属于软禁状态 也没有在里面关着 所以属于软禁状态 禁出业方面 他就自由地来讲论耶稣基督 最后在罗马 圣保罗宗族的罗马 为耶稣基督治病 所以我们教会啊 我们到了圣伯多罗广场 我们看到两个大石高像 石头的应该是 一边是圣保罗 一边是圣伯多罗 因为实际上 为宗族在罗马建立了罗马教群 建立了罗马教徒 圣保罗宗族比我们一个很好的模样 但是实际上 他顺服天主所吩咐的 无论是感觉到多么的不合情 不合理 多么的没办法理解 还有实际 他在监狱里面 他没有奉献是主嘛 你招学我做你为他的宗族 为什么要放在监狱里面呢 但他在监狱里面 顺服天主给他这个环境 他赞美中感谢主 在监狱里面写出了说 我英常观的不断祈祷 事实感谢 这不是保密在树里的时候说的 而是在监狱里面说的 他在监狱里面 赞美天主安排的好事情 所以他完全顺服天主的感动 他完全顺服耶稣基督 给他说的 你要到罗马为我作证 所以圣保罗宗族 顺服了 成了我们稳大的宗族 成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所以让我们通过今天的读经 也能够效果圣保罗宗族的顺服 你说有的时候说 耶稣没有跟我讲话呀 耶稣通过环境给你讲话 耶稣通过家长给你讲话 耶稣通过神长给你讲话 耶稣通过大自然给你讲话 耶稣通过内心中的感动给你讲话 你肯定不祈祷 你怎么能听到耶稣的声音呢 所以让我们静下心来 听从耶稣基督的声音 顺服祂的声音 笑话圣保罗宗族 阿们 上主 万人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家大地和人类老婆的果实 卖那名准献给你 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讲葡萄树 和人类老婆的果实 葡萄酒 你赐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教友 全你们祈祷 往全能力圈入圣父 收纳我们给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往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你 为赞美你光荣祂的圣灵 也为我们和祂整合圣教会的一处 愿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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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举行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你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因为基督复活以后 从显现给祂的全体门徒 在他们面前上上天庭 好使我们奔向祂的天主信 因此 普世外面养育着浮河的喜乐 明月欢腾 同时天上的天使的所有圣人 也同声歌颂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圣圣圣圣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坚定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奉上主你而来的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灵 你是一切圣灵的根源 因此我们可以求你 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第一种 耶稣基督的圣体圣穴 他甘愿着神受难时 拿起面笔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心而永久的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 以圣灵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得得到基督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词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上主因此我们祈念基督的圣子 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两 救吻之悲 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学 并因圣神格尔雷 上主 求你吹念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基格 我们的主教都为所有主教 以及全其圣人员 都在爱的终日去完善 求你也吹念回来 福福的希望 而安息的兄弟姊妹 便求你吹念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荣的圣 求你吹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欲天主之母 同在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生热色诸圣的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 使我们圣灵共享永生 便属我们基督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在美你显扬你 全能给天主圣父 一切忠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 愿连和圣神都会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请遵从救主的训事 又准受他的教导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寿显扬 愿一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炫于诱惑 但救我们也于羞恶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法自卑保佑我们突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 使我们且能期待有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正对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大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是教会 安静环节 你是天主永生永亡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助平安 除灭失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点我们 除灭失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点我们 除灭失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灭失罪的 蒙昭来夫 圣燕里人是有福的 主我大夫妻 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好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请大家祈祷 上主 你接我们 与我们举行的圣体奥基 带给我们丰富的神 求你这次圣事 帮助我们 联悟你的圣言 也使我们善多准备 接受圣神的恩宠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 圣子圣神教父你们 阿们 弥撒礼城 感谢天主